在食安裡面我覺得比較可信賴的還是相信的是人 還是人 你認識的人 一直從以前到現在買東西其實都非常清楚 就是我決定去買一個食物的時候 其實不是因為牌子大或者是它的廣告很打動我 而是我真的認識它 小工坊的 小農的 小的 我反而盡量選擇小的 而不是大 我們應該要去用這樣子的方式的聯繫去重建我們這個社會的這個食物鏈 現在其實最悲哀的 為什麼台灣的食安風暴會爆成這樣去搞到我們別無選擇 是因為我們丟掉了這種人跟人之間 用信賴所維持起來的這種連結關係 而轉為去被大型的商業化的這個體系被奴役 我在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現在比以前越來越神經質跟主義 是因為我對於這個現象其實非常的痛心 就是我們自己親手把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毫無選擇的 在即將到來的2015年 每一個人都能認認真真的面對分分秒秒的生活 那同時也認認真真的面對你所享用的每一口食物 每一種滋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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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